高雄市长陈其迈说高雄安全了 只等双北清零 才算台湾两个月内有控制好疫情 那新北怎么回应他这样子的说法呢 我们新北市政府所有的每个同仁 还有每个人 其实每天都在努力做好防疫的工作 所有人都坚守岗位 积极地来控制疫情 现在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好好做好比较重要 大家一起加油团结防疫 让所有的民众可以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 今天高雄市嘉宁 也是连续14个零的第14天 全台湾总共今天是14个本土个案 台北市跟桃园市跟新北市 都有一些零星个案 到目前为止这些 不管是特定风险的族群 没有任何的确诊个案 医院端6000个PCR的检体也没有 我们的包括医院诊所转检的 转诊的这些病人 也没有任何一例的确诊个案 那再加上最后一天的 距离今天的前14天是最后一个确诊个案 通常在这14天假如有之前所遗留下来的个案 那在这14天他会发病 但是在这个14天里面没有任何的确诊个案 代表我们高雄市是安全的 这个我想要特别谢谢所有的我们市民朋友的一个配合 那这张流行曲线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看到说 其实整个台湾包括全国新北台北 在高雄这个都已经到了我们的三级警戒的防疫的 所以我想我们再更努力一点 希望说双北的这个清零也能够尽速的达成 那我想我们台湾就可以可以说在这短短的 从5月到现在两个月的时间完成整个 这个确诊个案数的一个控制 我想这个是非常不简单 那最重要的当然是我们所有的国人同胞 大家都能够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 然后我们一方面 我们也持续的在做疫苗的一个施打 所以我相信这个都是对防疫来讲非常的重要